这一颗韭菜非常健康 玩了一年亏一半 现在35万 兄弟们 后置厨位的经典金牛座 今天这个车漂亮了 原值啊 70万福克特的金牛座 老板 跟我们一起喊 9块9上车 奥迪果6座环形客厅加后置厨位 看看这个洗手间 厨房 不知道有没有喜欢商务房车的朋友 这驾驶是包地管 L2的辅助驾驶 原厂的气囊悬挂 这颜值高的一米 这个冰箱可以放一整只羊 兄弟们 让我们再走近 看看它的房子部分 两个横座椅 2加2加2的一个布局 后面是环形卡座 可以升级麻将桌 放下来又是一张床 这个吊顶太漂亮了 空调冰箱柴暖热水 一样一样都有 主副驾驶也有气动的 那个叫什么加热通风 这里是正儿八经的航空座椅 看到没有 能加热还能制冷 前后左右包括它的按摩功能 一进去全 在这里还可以配烧水 二排座椅可以向后360度旋转 和后面的环形卡座区 平成一整个的客厅 然后后置出位 中间是客厅 前面是座舱 十目游艇基地板 这是福克特房车 这对吧 大金牛啊 用途不一样 我知道这个视频发了之后 肯定有很多黑气在喷我 这玩意不行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全国最好的商务房车改装方案 大佬们的最爱啊 电动窗帘 电动升降桌 后排是洗手间 加上一个小厨房 配一百多深的水箱 四度电 三千的地边起 马桶都是智能的 高级的衣架 那在后面还有个小的收纳空间 整个后半区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软包的处理 前后其实是贯通的啊 下面有很多抽屋 这些都是抽拉式的储物 把它塞回去 看到没有 来让我们降下的桌板 凭着一个双人大床模式 还不错 户外的支扬棚 电动的中门 包括它的底盘升降 空气悬挂 全部选择到位 再加上这个夸张的前年啊 这个大金牛 感谢收看 再见